冬季奥运将在23号晚间举行开幕式 外媒也点名了 包括球后戴姿颖 举重女神郭信纯 都是夺基因大热门 根据美国数据分析公司的最新奖牌预测 中华队有望夺下二基因四赢五同 如果成真将会是中华队史上最佳成绩 林立公事轻取对手戴姿颖 林才在2018年亚运夺金 今年出征东京奥运 自然是夺金大热门 球后戴姿颖目前女子单打 世界排名第一 中华代表队的女子强棒还有她 奋力一举举重女神郭信纯 曾经在2016年里约奥运拿下铜牌 更是女子59公斤 挺举抓举总和的世界记录保持人 小星星文姿云 则是空手到女子55公斤 世界排名第二名 男子夺牌看点就不能忘记她 因为电影《翻滚马男孩》 拥有高知名度的李志凯 是男子安马市锦赛银牌 美国数据公司最新预测 中华队有望夺下两金四银五同 重点夺牌项目还有像是桌球的 林云如 郑宜靖 是混双世界排名第一 全集陈念琴 林玉婷 分别是世锦赛的金牌和铜牌 射箭女子队林佳恩 雷千银 谭雅婷更是里约奥运的铜牌 选手实力坚强 有望创中华队史上最佳成绩 东京奥运将在晚间正式开幕 但白天赛事已经先展开 射箭女子队率先出战 三个人当中 谭雅婷 雷千银都是三届的奥运元老 要立刻射箭强国南韩 为台湾夺金 记者林先生继 台北通报道